1986年冬至之后两天 潘寿再次回到他日思夜想的南大校园 之后他写了八首七诀 其中一首是这样子的 风貌难远 盼拙金 旧宗路段已难寻 节衣衣術相思在 更与何人斩绿荫 这就是潘寿日思夜想的最早的 当初的南洋大学的牌坊 是的 他已经不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里头 距离南洋理工大学现在大概是1.5公里左右 这样子的距离 潘寿想要找到他的过去 其实已经找不到了 潘寿原名潘国渠 字 须知 号 须周 笔名有 红 依红 等等 说到潘寿为何会在19岁的时候 在这个衣食无忧 已经有了这个教职的情况下 还要离开中国泉州到新加坡来呢 原来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话说 潘寿在17岁获得全国状元以后 一时名声大噪 乡亲父老 无一不小 就连山里面的一个土匪也知道了潘寿的大名 这个土匪想自己一介五夫 完全不懂得这些文书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就想找一个懂的人 一想 就想到了潘寿 他宴请潘寿 在宴会上一连枪杀了三个手下 就是要向潘寿示威 要么你就跟我 要么你的下场就跟了三个人一样 潘寿心想 糟了 我是要与土匪为伍 还是要远走高匪 终于他毅然在19岁的时候 1930年决定离开泉州 南下新加坡 接受乐报报馆的聘请 成为了新加坡的乐报编辑 1930年潘寿来到了新加坡 担任乐报复刊这个耶林的编辑 他其实很有想要作为 想了许多新的一些方法 以及一些专辑 包括新兴文学主义等等 不料几个月之后 因为许多计划无法实现 就离开了报章 这个时候潘寿加入了教育界 成为了华侨中学的老师 四年之后 1934年更进一步成为了道南学校的校长 以及马来西亚麻坡中华中学的校长 在这期间 陈嘉庚先生非常欣赏潘寿 于是请潘寿先生担任其主任秘书 一起筹划赈灾 抗日 未劳抗日军队等等事物 于是潘寿就在这段期间 认识了许多一起参与赈灾的文化人士 譬如说 郁达夫 徐悲鸿等等 1940年 潘寿才29岁 就成为了新加坡到中国的 卫绕团的团长 带领了许多社会上的知名 贤达 有些是六七十岁的 这些人士一起到中国 进行抗日的一个慰绕 1942年 战争已经蔓延到新加坡 潘寿把自己手上 仅有的一张船票 让给了郁达夫 让他可以乘船到印尼去 而他自己后来就跟着家人 一直到了缅甸 印度 后来回到了中国 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直到1950年 才回到了新加坡 这就是1942年到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占领新加坡的 死难人民纪念碑 四根高耸的柱子 象征着四大民族 然而 潘寿却也认为 这四个柱子 有代表着另一层 更深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看 1965年 中华总商会会长 孙炳延先生 前会长李光潜先生 向潘寿先生邀稿 请他写有关这个纪念碑的碑文 潘寿是这么写的 这座碑标志着新加坡一次空前的浩劫 1942年2月15日 神被嘲笑 文明被埋葬 人类的尊严 被践踏 到处累 到处血 到处恐怖 如今 这座碑 微然 矗立在赤道上 将日夜警惕地 瞭望着东南亚 以致全世界 不断变化的风云 如今 这座碑 微然矗立在东半球 与西半球的交通枢纽上 将日夜 亲切地 招呼着东南亚 以致全世界 不断经过的人事 无人 能列举大屠杀死难的新加坡 各民族同胞的全部姓名 但 我们尽可 一律 似之为 忠 为勇 为人 为义 这许多 忠肝 勇胆 人魂 基层四周 虽然 在1967年 2月15日 接杯的时候 发现 并没有克上 然而 攀寿的爱国精神 已经 涌穿 什么事 这次是 我先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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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昵称的云南园 当初南洋大学就建在这个地方 我们往后看 这里就是南洋大学最早的行政楼 以及之上的图书馆 潘寿在1950年代初参与筹建 当时1955年 学校准备要开的时候 校长林语堂先生事件爆发 林语堂先生及其家属离开 一时群龙无首 潘寿先生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 作为秘书长带领学校 走过最艰难的四年时光 一直到1959年 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的时候 他辞去了秘书长的工作 离开了南大 攻城身退 你可以想象 当时候潘寿先生一定也坐在像这样子的八角亭里面 看着南大的云南园 心里充满了离仇别墅 这是他辛苦筹建起来的南大 而他正准备离开 1959年第一届毕业生 第一届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 他作为贵宾 毕业典礼之后有个雅句 潘寿先生却没去 他却写下了到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一首诗 春到南园 魏大观 笑歌魏雨夜巨蓝 一瞻雨润清明尽 笔扫云开 必落宽 多士龙门同礼乐 一时昆海带蓬勃 无人之友可阳令 来对千桃袖手看 这首潘寿所写的云南园的诗 其实充满了他非常深沉的情感 春到南园魏大观 就是春天来到了云南园 这春天不一定指的就是 一月的春天 其实就是春风 其实就是教育 魏为大观 竟然我们在中国以外 海外筹建了全世界第一所海外的大学 华文大学 我想这对所有的新加坡人来说 都是魏为大观的一件创举 笑歌魏雨夜巨蓝 在1959年的时候 毕业典礼之后 有亚聚 可是潘寿没有参加 亚聚一直延续到深夜 潘寿想象中 这个笑歌味觉 一直到深夜没有停止 一瞻雨润清明镜 这个是说春雨来了 春雨我们都知道 又是一次想着春风话语教育的象征 笔扫云开 必落宽 这大笔一扫 我们过去没有自己的大学 像这样子的一个情景 一扫而开 整个眼界 整个教育的这个前途 突然明亮了起来 多是龙门同礼乐 当然我们知道 毕业其实就是一种 礼乐龙门 潘寿其实多么的开心 看到我们的第一届毕业生 他在多年之后 星期二特写的访问里面 这么说道 其实他最欣慰的 是看到我们南大的毕业生 到世界各地 最好的大学 欧美的大学 继续进修 而且得到高学位 回来之后 成为了讲师教授 这说明南大的教育 非常成功 这就是多是龙门 同礼乐 一时昆海 代蓬勃 他们的前程万里 潘寿充满了寄望之情 可是这个时候 当大家准备要毕业 群人都非常愉悦 兴奋 盘寿觉得他的使命完成了 他不愿霸在这个权力的位置上 而悄悄地离开 所以没有人知道 像是有一个河阳令 当然 这个河阳令 是 以前的一个典故 以前有一个河阳令 叫攀岳 在河的两岸 种满了桃李树 所以 其实很有趣的是 他也姓潘 跟潘寿同姓 来对千桃 袖手看 种满了桃李 桃李又是学子的代称 这个时候 潘寿一定是手 靠在背后 对着这些桃李 希望他们 能够满天下 这首充满了非常深切的情感的诗 就是潘寿对南大毕业学子 最深切的 忌盼 这 就是1958年3月30日 所举行的落成典礼 就是南大 南央大学建校纪念碑 主持人是新加坡总督 由南大的 执行委员会主席 陈六史先生 这个纪念碑 在当时 落成之后 当然 万人空向 所有的人都来到了这里 看着南大的一个 落成 当然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刻 我们南洋大学 就在海外的第一所 华人大学 终于 落成了 可是 就在这个时候 1958年这一年 潘寿先生的公民权 被因殖民政府 赤夺了 当潘寿的护照 以及身份 在1958年 被因殖民政府 赤夺了之后 一时议论纷纷 许多的事事非非 都在谣传着 潘寿什么都没说 他在1966年 写了这么一首诗 年来世事不堪论 话到猴头 烟腹吞 多谢海风 吹雨过 岸江无泪 喜无痕 是的 潘寿感谢着 这南洋的海风 把脸上的泪 以及许多的委屈 都吹走了 1953年 南洋大学的行政大楼 落成了 也就是我们身后 这座建筑 如今 它也就是新加坡 历史保护建筑了 如今是2020年 站在华译馆这座建筑前面 红砖 还是当年的红砖 绿瓦 还是当年的绿瓦 上面 甚至还镶嵌着 南大 两个字 还有那个匾额 三个大字 就是潘寿所写的 华译馆 我们看着 行云流水般 行书 华译馆 想象着潘寿 在为这三个大字 这个地方 书写的时候的心情 就是为了他自己 当年曾经 在这里办公 创办南大时候的 那个心情 以及回忆 都涌现了上来 包括 在行政大楼前 的落成典礼 包括在行政大楼前的入学典礼 毕业典礼 包括当年在行政大楼前 学生们传唱着 传灯 时候的情景 我想都会涌现在 潘寿的脑海里 而我们 当我们回想着 这一切的时候 那当年的激情 当年白手起家的 毅力 不断地在激励着我们 感染着我们 告诉我们 潘寿 他们这一代 所开始走的 教育的大路 真的 要不断地 走下去 1998年 南洋理工大学 决定颁发荣誉博士学位 给潘寿先生 潘寿 犹豫着 应该不应该 接受这份荣誉 于是 他向当时主管文化艺术的 杨荣文部长 征询意见 杨部长说 这不是为了潘寿先生 一个人 而是为了南大 也是为了华社 于是 潘寿先生 决定 决定接受这份荣誉 在当年八月二十六日 接受这份荣誉的 质答词 潘寿先生 这么说 政府和大学 当局对于历史的真实 应该会很珍惜 大学可以包理工 理工不可以包大学 否则名不正 则言不顺 所以 现在简称为南大的南洋理工大学 如果能够尽快恢复南洋大学的原名 各方面的心 都会平息 而现在大学的原定计划 一切照旧 一切不是顺理 成章 百利 而无一必义吗 这 就是我们知道的 潘寿先生 第二年 1999年 潘寿先生 过世